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欢迎您收看 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场规赛的转播 我们今天下午在演播室 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 焦剑指导 欢迎焦指导 您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下午为大家 播出的这场比赛 是山西和新疆的对决 这两支球队 其实在之前 已经有过一场交锋了 我们慢慢跟大家来讲 两支球队的近况 其实比赛开始 已经在第一阶段 算是差不多 打到这周末 应该是打完一半了 第一阶段的这一个月 打完一半了 所以各支球队 都开始渐渐适应了 在集中赛区的 这样的一个比赛的方式 对手之间的互相交流 可能更多了 而且也看到了 这种重复出现的比赛 今天就是一场 山西和新疆 一周之后 今天是第二战 所以我们看到 上一场比赛 新疆队是输球了 输给了这个山西队 今天看看 他们有没有机会 来再扳回一城 我们说说两支球队的成绩 山西队这边 是在前五场打过之后 四胜一负 表现出来非常强大的 这种战斗能力 和比赛当中的能量 球员们的团结度 是非常的好的 而新疆这边 由于年轻球员较多 阿吉江指导的 在前面五场比赛 先发调的频率 是非常高的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们是 一胜四负的一个成绩 如果有两支球队 上一场比赛的极简 我们可以结合这极简 请交界指导 给我们来做一个比赛的点评 山西队在上一场比赛 是102比97 战胜了北控 这场比赛 其实整个的过程 基本上都在山西的 这个控制当中 当然如果说从细节来讲 前三节比赛 北控队称得不错的 他们基本上在三节之后 跟对手是处在 同一水平线上的 但是第四节 山西渐渐开始建立了优势 把这个比分最后蚕食出来 赢了5分 所以这场比赛 也体现了山西这支球队 连续打硬仗的一个韧性 他们连续赢下了辽宁 赢下了北控 这都是一个在第四节末段 才分出胜负的球 所以杨云森知道 这个赛季带的山西队 您是怎么看 他们未来的前景 我感觉山西队 现在起到一个很大的变化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走了两个主力 对 对吧 二维和刘冠岑 大维和刘冠岑 都走了 而且他们现在 今年把冠军教练 杨云森给请来了 对 在四川拿过冠军 杨云森 我比较了解他 他怎么说 特别喜欢玩战术 玩心理 尤其是战术性 他玩得非常好 战术性 他玩得非常好 所以我感觉 山西队现在打球 比以前有规矩了 有规矩 就一板一眼 有规矩 以前可以说打游击战 东西榔头西一棒子 你赶上谁好了 接着谁发挥好了 谁就赢了 你赶上大家发跃不好了 没办法 他没有一个体系出现 现在我感觉 看山西队比赛 他整个形成体系了 他知道该打哪一点了 大家都开始很有默契的 去进行比赛的过程 加上他那个小改元 他这回请的 菲尔德 非常成功 这菲尔德 按道理讲 他身高啊 包括什么 都不是很透色 一米七五吗 一米七五 说实话 一米七五 现在初中孝队 可能都选拔了 费点心 真的说实话 但是人家确实是能力 你包括他的整个场上 组织能行 你包括得分能力 非常强 对 他只要他不乱来 对 他不跟你瞎打 他非常的就是 他有把握 而且他知道这个点在哪 所以我觉得这个杨先生 这个是非常厉害的 一个从选择 二是战术距离要求 三是整个山西队有体系了 这几点其实涵盖了 这个前面山西队之所以打得好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们先来看一看本轮对阵 待会再来聊这个新疆队的情况 本轮对阵呢 其实在中午的时候 已经结束了两场比赛 四川战胜了天津比赛 打到了最后一秒 最后一个回合 四川才完成了一个绝杀 而辽宁呢 是全场比赛基本上优势比较大 战胜了南京同西 这两场打过之后呢 就来到了今天下午的比赛 下午有两场 还有福建和浙江 绸州的这一场比赛 晚上还有继续 包括明天 这都是本轮的一个对阵的情况 看过对阵之后呢 给大家送一个福利 看CBA上咪咕视频 选新疑好物 上咪咕商城 CBA周边衍生品满 100-15专场特惠中 点击视频下方热卖按钮 即可进入购物 一起为新赛季助力打扩 我们刚才请这个交界指导 跟我们分析了 山西队的情况 非常切中要害地 列出了几点 新疆队这边 我们就要总结一下 他们在过去的五场比赛里 其实只战胜一场宁波副班长 这个剩下的四场都输了 这样的一个情况 到底是为什么 我们给出的是上一场比赛 新疆队的吉锦 他们上一场是99比109 输辽宁输了10分 那场比赛呢 其实在第一节 他们挖的坑 相对来讲比较的大 第一节只得到18分 整个的这个比赛啊 控制能力相对较弱 除了阿布杜莎拉姆 这一个点之外 剩下的其他点的得分太少了 麒麟啊 包括余德豪 这是能数得着的第二点 第三点 当你只有三个人得分的时候 即便阿布杜莎拉姆这一个强点 在上场比赛拿到了43分 但是其他的点 如果跟不上的话 其实也显示出来了 现在新疆队年轻 没有经验 阵容的轮转 还在磨合当中的一个特点 阿里江知道这个赛季 应该会比较的难 球队大量年轻人 所以你怎么看 新疆队可能前面这几场比赛 输球体现出来的一个共性 有什么需要改进的东西 他最重要一点是周琪 对 离队 因为周琪一离开的时候 他整个体系都变了 他以前新疆队所有的攻防体系 全是围绕周琪展开的 是的 你攻你以周琪为主 你防还是以他为主 对 所以新疆现在没了周琪之后 防守不会防了 以前他们甚至可以排出一个防守的 什么防守 就很奇怪的 一个就是内八字防守 内八字防守 怎么讲 本来防守都是错位 都是赌中放边的 对 对吧 他们是赌边放冲 就是把你送到周琪嘴里 对 逼着你到周琪身边 周琪好去盖帽 这是他一种防守体系 有特殊人的存在 才形成这种体系 对 结果他今天周琪没了 你内线没有那么强大的威射力了 是 所以他现在防守 他现在感觉很别扭 再说进攻 进攻也是围绕周琪打的 周琪在场上 包括内线的牵制 对 包括周琪的一些半斤篮 包括周琪的一些 偶尔还能出几个三分 这是大家感觉很习惯 以他为中心来打 现在周琪一离开了 你说围绕谁为中心打 阿卜杀拉木 对 你可以围绕他打 但他是一个射手 对不对 他没有说内线 就是说造杀伤 甚至牵制好几个人的能力 他还是越差一些 没错 所以你没办法 你现在只能是 还是靠个人能力 所以这是大家 一个挠头的事情 再加上新疆队 现在老将基本走的也差不多了 对 一波都是比较年轻 年轻人好在那有冲劲 但是不好在那点 他场上的局势掌握的不是很明朗 没错 这支球队 其实我们能够看到这两个赛季 提拔了大量的二队的球员上队 这也是他们改变了比赛的 不是说就是处理球队阵容的 一个策略吧 因为我们知道 原来新疆的策略就是买买买 现在是把更多的精力 放在了他们在过去几年 在青年队联赛当中 表现很不错的这两拨人 阿卜杜这一拨 然后再包括西尔达迪 他们这一拨 这两拨 现在基本上都在球队里了 大量的少数民族球员 在比赛当中 其实体现出了非常好的 身体素质和对抗性 但是对篮球的理解 和比赛的经验 绝对是欠缺的 因此阿姜知道 现在要做的任务 很大程度上 有一部分是要帮助 这些年轻人去成长 然后再去想球队的成绩 所以这两相 应该说不是特别的矛盾 但是在比赛当中 你要想在这种集中的 赛会制的比赛当中 瞬间地拿到好成绩 这还是挺困难的 尤其这个赛季球队 又没有外援 所以新疆队 在今天的比赛当中 如果说想吸取一下 上一场比赛 输给山西的一个教训 那其实他们是应该 延续地把上一场比赛 阿卜杜这个良好的 得分状态打出来 上一场他们面对 山西的时候 阿卜杜只得到10分 但是在前一个比赛日 他们输给辽宁那场比赛里 阿卜杜得到了43分 今天如果说 阿卜杜能够继续地 把得分这一项 先扛在自己的肩上 然后再希望队友来帮助他 那其实他们在前面的比赛 就先能盯住 山西的这种跑轰 因为刚才你也讲了 大阳之道算是第三次 来执教山西队了 确实跟这个球队很有缘 然后山西也非常喜爱这个教练 第三次把杨云增指导 请回到山西队 杨云增指导 从90年代中期 在南部的那种跑轰 一直延续着自己的打法 但是他的这种跑轰 在这个赛季的山西 有一个非常喜人明显的改变 就是他的防守特别好 在防守端能够很好的 帮助球员们 在进攻开放的同时 防守端也有很强的针对性 再加上确实 怎么说呢 杨智导他以前是南部 就您提过南部 南部以前打法 跟足球里面的英超比较像 长传高调 他特别愿意下快攻 而且他下快攻是直线下 跑步 他直线下 他不是说咱们交的那三线 歪着来 他不是三线 他是直线下 因为什么 他穿球好 他能直接从直线 把球给你直接穿到你手里 这是当时南部的特点 所以说现在这山西队 感觉打得有点像以前的意思 而且有章法 这个要求 其实我们也要看一看他的防守 因为这个赛季 确实在防守端 改变非常多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心意 那现在双方的球员 都已经介绍入场完毕了 我们准备进入现场的 奏唱国歌仪式 灭下国际 走唱中华人如果诺 我歌 我歌唱中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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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歌唱中华人 每个奇迹当中华人 在之前的比赛稍微好点吧 在大韩身边 蹭蹭往里蹿 去拿篮板 还是挺让人 敬佩他的运动能力的 其实这个抢篮板 主要是个积极性 积极性 主要是个积极性 而且还有什么意识 而且就是大中风站那 他其实有的时候 不会去跳 但是他作为小后卫 他冲进来 这跟咱们培养体系有关系 培养体系有关系 因为在我们去欧美学习的时候 他培养小的时候 尤其小篮球 第一就是抢 争 先是要争 要抢 他们有的意识 他们一投完来 马上就冲抢意识 还有顶抢意识 非常强 防守也是我要先找人 先打 先抢 但是国内就稍微差一点 国内因为练篮球 先是从拍球开始练 各种运球 基本功 老外是先把你抢的意识 给你培养出来 然后再开始基本功 慢慢循序渐进 不怕开始说打得不像样 但是他抢的意识 培养出来之后 基本功他们认为是好练的 基本功能练 但是意识你练不出来的 练不出来 只能养成习惯 而且从小养成 你要十七八岁二十岁 你也别练了 你这意识 说培养就培养出来的 好吧 这个大家如果有心就记住这一点 鲁土坪录 这个是球队的先发 跟阿卜杜一样 这是两个仅有的不动的先发 来看看今天新疆队先发 李德豪 阿卜杜拉姆 热布卡迪江 鲁土布拉 和伊利弗拉提 今天伊利弗拉提是上了先发了 赛季的第一次 而山西这边呢 是菲尔德 贾号 葛哲宝 邢志强和元帅 这个先发是没有变化的自打 菲尔德来了之后 顶替了张军的先发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五人组 今天伊利弗拉提又顶先发了 替了唐财玉 在这个位置 其实有很多的不满意的比赛 在之后都会调 阿卜杜一样知道 就是紧不动的 就是阿卜杜拉姆和鲁土布拉 这内线的两个点 现在是怎么回事 现在是阿卜杜一样 他也在找怎么能 他也在找方法 他也在试 他应该是咱们所有的二支球队里 这个调先发的品次最高的球队 他没办法 没办法 他以前绝对核心没有了 得重新摸索一套打法 你这个等于是那个电池 最核心的电池没电了 所以就是现在在阿卜杜之导之下的 这些球员们 除了阿卜杜和鲁土布拉这两个人 你不用想自己的先发位置 剩下的球员的危机感 其实都是很强的 不断地调 给球员们制造这种内部的竞争 向上太子上一场不好 那这场就先发 这个我觉得其实对年轻球队也是有道理的 这看心理状态了 看心理状态 有的那个年轻队员 你心理状态差的话 他反而紧张 跳球 比赛开始 这里是我们为您转播的CP常规赛 第六轮的比赛 山西对新疆 我们来看看山西队的第一攻 袁帅往处甩 甲号片往里给 哎呦 我这球没接住 加击高 加击了 漂亮 这空间 这就是意识 意识 这就是空间 你看大家 你看国内队员的时候 站着不动 我为什么都等着接应 他空间接应 这就是从小也培养出的意识 而且葛德宝这个球 传的这个润物系乌生 轻轻一点 就出来了 肩太宽了 防守人夹不住的 有可能 好球 漂亮 这就是我们说的 阿卜杜在得分上 必须首先打开 一个翻身的跳投 命中 新疆队是一个联防 又交给菲尔德 菲尔德就交给了 袁帅 袁帅 袁帅是个投手 那可不 看肯定帅的低角 稍微偏了一点 哎 哎呦 这我刚想说 应该传到 再传一下 你知道吗 就余德豪测度 那第一下 其实是没问题的 但是可以再多挡一下 对 再传 要是你是正好赶上点的 拍帽的点了 对 配合得非常好 一二三 拍那 防守人赶步点 全赶上了 余德豪来持球 鲁图拉挡一下 还是给到阿卜杜的地位 翻身 贾豪来防他 这确实 勒布卡迪江 阿卜杜拉姆 确实挺累的 累啊 他打的 其实是无球 但是他拿球的 这个机会不少 而且自己的空手 跑动距离太长 没办法 现在得持球打了 因为无球的机会 没有了 以前周琦在的时候 他有无球的机会 很多 对 打到内线 再分出来 没错 现在内线没有威胁 人家不会那么协防了 余德豪这球分的不小心 给的太直白了 场上等于是五个防守人 有四个都判断出来 漂亮 这球给的 下顺的也好 还有这个新疆队 你看防守 只要以前周琦在的时候 他不可能让他这么傻 不至于这样 对 肯定是吧 多少有干扰 没错 这个半转换呢 就是葛昭宝下到了底下 但是呢 你卢涂夫拉没有跟回来 卢涂夫拉挡 你都好抛 葛昭宝是有一定的机动性的 他防挡差啊 一五的这种挡差 他是能出来的 而且他有篮呢 对 他有三分 虽然说三分 没那么准的 这个赛季25%的效率 但是他其实是有投射威胁的 对 起码有着能力 对 准不准的先摆着 你不可能说不防他 不防他 对 阿卜杜 一个单档就投了 开场还是在找手赶的阶段 现在啊 打得太简单了 新疆 这就让防守人 其实对新疆队啊 比较有针对性 我就是掐你这一个点 其实相对来讲 就会比较好处理 他们的进攻 包括所有防守中心 全往他这挪了 对啊 R的 这也是怎么说呢 可以说传奇人物 功勋教练 破联防战发队线 葛昭宝中距离 葛昭宝连次两次投篮未进 其实是新疆队的机会 你看 热布卡迪江 在高位持球 余豪过来接 还是进行挡拆 打得太死了 哎哎 反跑漂亮 哎呦哎呦哎这球 这个是没人防啊 阿波多应该都扣进去的 不是他可能这就伤啊 还是害怕 有点影响啊 嗯 他为什么运动员一受伤吧 他有那种畏惧心理 他怕再受伤 嗯 一见有人过来 他第一反应是怎么 躲一下 先躲一下啊 保护自己 哎呦这球投的 就飘了出去了 有一过桥 哎这篮板还倒都拿着了 但是 产线 哎严均老师说 嗯 砸线 刚才这个防守葛昭宝 就回来啥也没碰着 但是这一干扰 就像刚才 教练知道 给我们解读的那样 他自己啊 还是就稍微有点重心偏了 啊 处了 害怕 哎呦这球传呢 你发现没有 现在这个山西的小球 玩的是真小 对 对 全是枯兜团球 山西队以前 其实是北派打法 北派 嗯 强硬硬马 没错 没错 跟你对着轰的 嗯 现在开始玩小技巧 小技巧 这可能也是杨怡宗 杨人道带四川队 是吧 带四川就是小球 没错 把那个 其实他们当时 成功的经验啊 嗯 在这几年 其实也在重新思考啊 嗯 哎呦这球 这球其实斜色四路度 是个更好的机会啊 甲浩那里 嗯 现在开始给阿波多沙拉姆打打打打那种就是无球的掩护 想希望他拿着球投的机会啊 但是他刚才投那两次不好啊 就没在投 哎呦呗 这是干嘛 余德豪也是 哎 今天这框 今天这框带盖儿是真的对新疆木材友好 嗯 框带盖儿这球都打不进的话那确实费劲了 甲浩再给一个 好球漂亮 啊 甲浩现在这侧影球是真不错的 你看玩这小球玩的是吧 对 这两次都是他给的啊 一个射手在传球上也是被队友感染 更愿意分享球 还是通过上线还是挡拆啊 还是想通过挡拆啊 余德豪前两次没扔进也不敢扔了 嗯 而且三分确实不是余德豪的强项 嗯 没错 现在是只能是玩了命的打阿波多沙拉姆 你要在第一节的前半节就开始啊 阿波多一人打三个的这种突破呀 那后面的比赛得多麻烦 而且体能也不能这么消耗 是 我们看看新疆队的调整吧 余德豪勒够呛 换下 主要是 开始打的确实不是很顺心 嗯 菲尔多也曾经效率过新疆 那是当时他进入到CBA落脚的第一站 嗯 阿波多五投一中 除了开局的第一个球翻身跳投打中了 之后四个球都不中 这个罚球也没有 我们看到了唐才玉在场上 然后麒麟上增加两个投射点 强攻点 哎 没传 哎呀 完了 邢志强投进的 邢志强在上一次打新疆的比赛里 单场进了七个三分球 所以这一点啊 新疆队不好再犯错误了啊 已经吃过一回亏了 嗯 有失误 七零突直接被断了 人帅 对抗很激烈 双方反正就是打快啊 哎呀 这球拍的 唐才玉 新疆队这个篮子 这是怎么回事 双方这无谓的失误都挺多的啊 邢志强啊 这这半截新疆队确实是太铁了啊 嗯 只得三分 半截球只得三分 刚才施尔德那个手势意思是 别着急慢一点 结果他往前领了一下啊 你这赢这十分球呢是吧 嗯 着什么急啊 七零 里边没人啊 全是强投吗 这球无效 无效了 你现在新疆队其实应该想想办法 你怎么给阿卜杀莱姆创造出来这个无人 就是接球就能投的这个这个机会 对 尽量多的去掩护吧 但是因为山区队太明确了 就是你对面就这一个强点 嗯 所以现在换上麒麟和唐才玉很重要 你多两个进攻点啊能牵扯一下防守精力 你要不然这个阿卜杀莱姆老顶着人头 你怎么可能哪呢 这个阿卜杀莱姆好 唐才玉上一场比赛拿了8分 而之前两场比赛连续的都是每场都16分 罚球也不进 今天这个时间点 是不是新疆队觉得不太舒服 下午 应该可以 赛会制应该已经适应了 一周多了 快两周了 你也不是一年 哎呦呗 这幸亏给补进了 上篮又没进 是周临旭 不过现在你看 慢慢比分还追回来点了 是吧 13米7了 半年防尔 现在是山西的名字下来了 对 就是说这个半截得三分 确实太少 但是得这13分 也没什么可骄傲的 唐才育的强断 曾定旭上篮竟然上大 曾定旭在来新疆之前 的那个赛季 在山西队拿到了 本土球员的助攻王 之后来山西签下高薪 平时强好球 新疆队继续进行轮转 西尔扎提上来控球 这是一个高空位 然后阿卜杜下去休息 跑两圈没给出去 现在还是靠单打独斗 你知道吗 还是靠单打独斗 你现在这个掩护质量 包括这战术质量 确实差了点跑的 尤其他掩护 差了点 根本就没挡住人 对 所以你机会出来就不明显 装人 给了进攻犯规 这就是经验 早早地站在了进攻路线上 没错 你看早早就站过去了 你看看没 家豪 等半天了 他等着你了 你一碰反正我就倒 这个碰瓷是合法合理的 合法合理的 合法合理合规的 对 菲尔德拔一个 有了 你看是吧 你们现在都打不进 我来吧 没错 菲尔德这个篮子还是有的 但是没有那么准 我们开始也说了 他三分兵中率 现在比较低 漂亮 这球传得不错 奴美哥打中 还是 没有 现在是葛昭宝和元帅打挡拆 漂亮这球传 哎呀 舒服啊 而且说明西洋队的协防 还是差了点 应该马上一侧协防 对 就是源自于 元帅这球传太快了 手地手刚一交 他就往回一打 两分算 加罚 嗯 现在你别说 现在唐财宇打完 真是 没错 他获得了更多的这种机会和平台吧 然后在攻击手段上 相对来讲比较丰富 这球传得真漂亮 就是刚一交球 他就拆开 然后球就来了 就说明默契度高啊 上张安军了 让菲尔德歇会儿 现在这新疆队的防守身体也上来了 对 这些年轻人就像希尔扎提这样子 在七年联赛里啊 这个属于能够大杀四方的水平的球员 到了陈金队之后 这几年是没获得太多的机会 很渴望比赛 这葛哲宝强壮啊 葛哲宝打这个鲁土布拉 还是壮着一下有身体优势 主要还是一个是身体来摆着 二是就是经验力量 没错 全都是超过他 所以这个鲁土布拉他费点劲 费点劲 年轻嘛 年轻 才二十三 他是多少 二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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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队调张宁替元帅啊 张宁上来 继续保持进攻火力 张宁以前是从大学上来的 没错 是北大的 北大的 他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好动 但就是有弱项不太稳定 不太稳定 这个赛季表现出来的这个稳定性啊 还真像您说的提高不少 然后呢没丢的是什么呢 拼劲 对 在场上这种拼抢 情绪的带动 这点他做的特别好 非常有激情 对 有激情 而且美式打法 对 他一打球一兴奋了 什么时候他都敢打 对 好 这是犯规的 刑事强 刑事强的犯规 因为唐财玉是有篮的 所以呢 我们看到唐财玉都有大量的突破发生 对手对他的限制啊 第一步一定是要贴一贴 这也就是唐财玉的成长 原来呢是只有篮 现在啊 这个投图结合的不错 不过这个阀篮 今天这个新疆 多少该得的分没得啊 这也是上一场比赛 就是两支球队交手的上一场比赛里 新疆队的问题 那场比赛里 其实整个的投篮啊 投篮命中率啊 双方差不太多 但是在罚球这一项上 在上次两支球队交手里 山西是26罚20中 而新疆是13罚7中 这一项差13分 他们最后输了15分 这一项上差13分 所以说这个 尤其实力差不多的球队 一定要注意这小分 对 哎呦 差点丢了 丢了 麒麟 双方身体上都很大啊 麒麟 张宁 边线球 双方各有5个数 这个数字还是挺高的 所以我们说的像希尔达迪这样的球 他比赛的渴望度太高了 但是就是你在场上是个核心后卫啊 嗯 你得串联啊 自己的个人工比重偏大了一些 强断的不错 哎 这次就躲开了贾浩的防守啊 贾浩又站在那不动 但是这次稍微有经验一些的唐才玉 一个变相躲开了 我罚篮不准 我不罚了 对不对 我绕着你走 现在明显感觉到山西打得有点着急了 对 而且阿博都回来了啊 我们看看休息了一会儿之后手感能不能调好 不能这么打啊 这一个顶两个打这个东西 哎呦呦这差点走过 我战军反应够快 还是丢了 嗯 这就是说呢 有时候不稳定在这呢 这个比赛是 山西队把自己搁到了新疆队的节奏 打得很混乱 这个 反正是双方打得都快 是吧 对啊 这个功率很低 这是太混乱了 也不见得是坏事儿 以混战对混战 颜蒙飞 这是颜蒙飞利用经验 大洋指导交易暂停 肯定要布置一下 你这个打那么快干嘛 双方仿佛在练折盘跑一半 对啊 体策都过了不用跑了 问题是你本身山西队年龄就偏大 对 跟一帮大小伙子 全是二十二十三的 对比那个耐力 你觉得你能占多大便宜吗 是 你们要打的是一个经验一个节奏 对吧 没错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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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队由于非常糟糕的投篮命中率 在这一截马上结束的时候 他们的投篮命中率是24% 然后三分球是六投零中 所以导致他们现在的助攻数只有一次 不是不想助攻 实在是助过去了 他攻不进 对 严均 严均老师 这是一个川级裁判 来看看阎莫菲的罚球 两分算 加罚 阎莫菲这个赛季是79%的 8球命中率 79 80和70也差不多多少 按80算的 这加罚没有能够命中 因为以前有个叫170俱乐部 180俱乐部 170俱乐部 170 3分球40% 然后投篮50% 对50 然后发篮80% 80% 又被抢断了 现在新疆打的还是乱呢 嗯 来看看张军 阎莫菲都不进来 阎莫菲的中距离是球队其实特别犀利的武器 反正这场这第一阶双方打得都有点水感觉 确实是效率很低 你这不能一场 对 一截球再得14分吧 比赛没那么精彩 但是双方拼得很凶 最后一头也没进 那24比14 第一截结束 山西队领先了10分 新疆队的首截只得到14分 比上一场打辽宁的18分还要低 呦 阎君老师受伤了 我们看看 应该是腿拉伤了 这也跟这个技术台的这个技术代表说明一下情况 小腿是吗 不过没事 每一场应该都有那个 第四 第四后卫裁判 第四台 但是这应该问题不大 看看要不要换人 看看要不要换人 第一截刚才我给大家来通报了一下这个数据 确实是新疆队的这个 狼儿你投不进的话 怎么调都不好调 唯一能够称得上表现正常的 就是替补登场的唐才宇 拿了7分 5投3中 而阿卜杀拉木 7投2中的比赛效率 确实没有能够接上上一场 这个生涯最高的43分的这种延续 篮板球17对14 新疆队篮板球2有优势的 这也是正常的 抢段也 也多了不少 但你看助攻10比1 对啊 那边是不进啊 只能是一个 而山西队这10个其实在只得到24分的情况之下 太显眼了这个助攻数字 就说明他大部分的那个德服人全是靠配合 对 全是靠配合 对 全是靠配合 第四才上了 谈判员做出了化人调整 现在倒也方便 因为现在打赛会就对了 对对对 你实在不行 从宾馆溜达过来也没空 是的 其实可以让麒麟也多打的 麒麟上来倒是持球的机会不少 但是有这个警告犯规啊 有团篮不进啊 也没得分 麒麟横着动 哎呦 这个篮其实都晃开了啊 晃开了 而且那个位置是吧 倒也讲好劲啊 嗯 菲尔德 菲尔德造成了自麦提的犯规 菲尔德是一个极其喜爱对抗的球员 他也能对抗 然后他就面对这种移动缓慢的大个儿的时候 他往往会起来扛着一下 再用他的左手去撩 有时候撩着一下命中率还挺高 嗯 这就是对抗经验 和对抗技巧 他的对抗是在他的预期之内的 对 两发两中 26比14领先12分了 嗯 哎呀这才第二节开始还不到一分钟啊 对 阿布都 这个联防呼应的不错 哎呦 葛大王怎么突然间出来了 里边空了 这个战场蛮强的还是不错的 嗯 哦 还是没有 麒麟 麒麟 就像这种位 就刚才那种机会 其实给阿布都沙拉木 他的把握现在很大 你应该给阿布都沙拉木 创造这种机会 而不是说给他球上 自己去顶着打去 山西不能干 嗯 咱就看你战术了吧 就是 就是 对 就看山西对 他的选择就是我 打死不能放阿布都 嗯 别人可以放一放 浓眉哥上 浓眉哥 嗯 把棋林给换下了 哦 那他这样的话 那就是让路透布拉打5 然后埋迪打4 阿布都沙拉木去顶到3 嗯 这其实也可以啊 我们看现在防守当中有错位了 呃 防阿布都沙拉木变成了元帅了 这就可以打了 有身高优势 哎 他没没攻啊 唐太玉 张宁在推进 自己凸了 被被盖了 埃子麦提的封盖 我先给 哎 余大豪上球上的不错 哎呦喂 哎呦 阿布都今天这两个上篮啊 自己也是颇不满意啊 脚 脚 脚底下 这欧洲布卖的还可以啊 但是你这最后手那一下子感觉 这刚才应该是吹的是 这阿尔老现在也无奈了 对 这就没辙了 头号球星 没事 现在刚才吹的是发篮 对 发篮找出手感 余大豪刚才这个上球还是挺及时的 没耽误事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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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都给这么长吗 人家手的是二二一区域啊 就这么传 哎呦 来自于于德豪 嗯 这一下到各位说了啊 而且只剩七分的领先优势了 回来落联防 好 嘿 真难啊 这边帅 强行起跳头来 嗯 哎呀 啊张宁来顶张宁给对抗 身高稍微矮点了 但是给对抗 不是 现在谁放阿波多沙拉木上来就是对抗 嗯 一是消耗你啊 二 哎 这篮投了自己都没细心你知道吗 脚底还没站稳呢 对 是吧 双方迷入率都比较低呀 这要再做着手势应该裁判要给剃了啊 全身能抢篮吧 还真是没准事儿 看的还真是有点 挺寒糊的这手啊 有点那意思啊 没有射程 看这个球怎么样 篮下露了余德豪了 哎呦 哎呦这发篮子发三次啊 对 这好容易追上点分 这二二一呢还是采取了直接的长传去破 原帅 原帅45度的接应直接投篮了 这个进攻都没超三秒就扔出去了 这个原帅在山西队是有无限开伙权呢 那当然 嗯 他也是在这里其实真正找到了信心 作为一个这个辽宁队产的射手啊 嗯 在这个平台才真正能把自己的能量发挥出来 过去的两个赛季都是联盟当中最准的投手 这应该让颜鹏飞歇会把行刃墙换上来了 朋友加强投射了呀 对调回了先发五人 嗯 好 与的好 小小蛋 你这种投篮吧 他命运率肯定 哎 这这仨人的失误 与的好真能搅和啊 这仨人的失误你说闹的 哎呀 这个呢是搁不进去 那个呢是拿不出球 嗯 好像葛昭宝反正心里挺便宜的 这球 气坏了 啊我这一个篮板就被你这么给毁了啊 对 这个好好的出手啊还是太密了 不是他是这样 他你看他一出完手等下还没落地呢就往就想往里冲篮板啊 啊 为什么说他自己投起的都没谱 有点虚啊 都没谱啊 那你这种球是不要投 不要投啊 对不对啊你这种球 对手也放的投啊 这个山西队也是放的一大步 那你往里再突一突 对 啊 改一改 就是比较低效啊 应该是八九投一中 一个好 好家伙这些传着手 又是个失误 哎 哎 平时强这点不错哦 甲浩漏了 好球 所有的防守精力都在上线 甲浩像隐身了一样在低角 太不重视了 啊 太不重视了 真是啊 你这孙手拿豆包不当干粮 你这是 对啊 好歹也是先发五虎之一啊 你不能不看他呀 嗯 嗨 找不着人了 嗯 哎呦喂 全是余多豪的出手 就这段两个攻击强点 唐彩玉和阿布杜沙拉姆都没球 这个是问题 嗯 身上打得太乱了 嗯 我觉得现在应该让余多豪 更多的组织一下 没错 嗯 而不是说他去攻 嗯 他老是就是运两下就起步了 嗯 要不就投了 阿布杜拿球了 但是菲尔德防止不敢运 您看又是他自己突破就起了 呃 他出手的次数是全队第一搞十 十次 然后呢 这次还能上罚球线 就相当于是打了十亿个 作为一个后卫 你要出手是全队第一次的话 嗯 这确实是有点高哈 不是有点高了 你这个你后卫是组织者 球队是大脑 对 你亲自去干去干具体事了 没错啊 你干活就了 你这不对的 最后弄的就是大家衔接不上 嗯 只能拉开上一人去干 对 干嘛那个 哎呀你说 山医队是在呀 宇德豪的面前呢 永远留空间啊 而在两个攻击强点 唐帆玉和阿布杜身前呢 是一点空间不给 嗯 嗯 换下了艾德曼提 嗯 哎呦我这手给的 哎这全场防守竟然 说到了奇效啊 葛招宝的一个传球事务 很不应该 房子其实不紧呢 你知道 对 比较耸还不如刚才呢 自己抢 叫球 左波波拉 还不如投了呢 啊 热福卡迪江 嗯 热福卡迪江的这个三分啊 前面五场比赛八投一中 自己也没那么大把握 哎呀 还是十分的分叉 双方失误频频 比赛的效率都不高 现在都是头三分 离这三分间 因为一步远开始投篮 啊哈 你这头中了你好说 你头不中 对 哦 鱼头都大圈 再出来 不等掩护上来 给了鲁土布拉一个中距离 这罚个球 也没有 没人防啊 刚才 只能说明什么 哎 这是他的比赛习惯 他就爱投这个奇马射箭三分 我知道 但是现在没必要吧 真的对 你刚过半场 是 领先十分吧 奖励自己一个 不错啊 热福卡迪江 赛季第二个三分 赛季第二个三分 这个球犯规了 鲁土布拉 山西队还是在自己投篮不好的情况之下 愿意去抓一些反击球 打的还都是很直接 而新疆队这个二二一也一直没变啊 一直这么守着 而且这个比分现在打的都够低的 打折腾半天了 34比26 折腾半天了 您这话算说的看劲上了啊 真是折腾半天了 看着你来我往后热闹 不热闹啊 这个光有叫好的 没有买单的也不行 对不对 没错啊 所以就是双方这个效率怎么提高啊 是两个教练员共同的课题 这九分的分叉倒还好 但是效率都很低 你看这个失误 现在有什么大问题 船球只能看见自己人 看不见防守人 其实葛老宝那么大块就在他身边上 对对对 你说你这不能说拿着当空气啊 我们看阿尔江那个表情 而且这他们教练阿尔老 就是以船球著称的 没错 看着肯定他能不生气 快气死了啊 走一反跑 看看贾浩的三分有了 贾浩连续的大成 今年的新秀 从NBL河南设定老九来到球队 直接就被大洋指导 给予了这样一个先发的位置 而且表现非常不错 赢辽宁那场个人三分球 五投五中 摇头啊 拿不着球啊 他跟唐三玉这两个人 这个镜头 其实我觉得拍的挺有深意的 这两个人拿不着球 没办法 余德豪出手十多次 你他俩能拿什么球 哎 而且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就是山西队的防守 真有针对性啊 我们看看 这个投篮的效率 唐太宇六投三中 阿卜杜这边是九投两中 然后余德豪是十投两中 余德豪是十投两中 余德豪是十投两中 该上进没上进的球 你算一下大概都有七八分了 没错 就是刚才这个几锦 竟然捡的是一个新疆队上篮不中的几锦 你其实你要加上这八分球 七码四个吧 是吧 应该是 七码四个 你要加上这八分球 其实他没输了 没输多少 就是说山西队今天打的其实也不好 然后他们的进攻啊 效率也比较低 山西队反正他赢着你了 他不着急 反正他领先着呢 对 他他防守端的这个针对性明确啊 所以他还是有一定的底子的 葛招宝防得非常靠上 余德豪打挡拆 强突 没有第二下分球啊 就是自己一个人 这一次进攻就是没有传球 余德豪一个人就包办了 这比赛 哎呦 有没有点看像青年队比赛 什么高中比赛 双方就是跑回合啊 反正 呼呼抽 怎么说呢 感觉打得很热闹啊 看着也挺过瘾 对 但是那个球吧 他不往框里扔 嗯 老进不去啊 哎呦 这有点犯难 不敢投 看时间啊 还有6秒 哎 还有6秒的时候来一犯规 那就回到14秒吧 应该没给投篮犯规 阿布杜莎阿姆 阿布杜莎阿姆今天第三次上篮步中了 面对联防 单挡一下 这是个机会 哎呦 这个真不应该啊 露苏布拉 没人防守 还能比这更近的投篮吗 对 再近对于他这个身高来讲就是可以扣了啊 不是 站在这个罚球 这个罚球区域的这个边线上啊 游戏区的边线上 而且嘛 你这样吧 他特别伤士气 伤士气 伤士气 然后呢自己越打越没有信心 对 形式强空外 三级队就是说我攻不中攻不中 但是抽冷子 老有点三分球 对 这个对于新疆的伤害挺大 而且他防守好啊 对 这也不能说防守好 就是新疆打不进 真是打不进 他刚才机会都该出都出来了 出来了出来了 你投不进你没办法 这更不敢处理了吧 还是得交 余得好好成 没人枪板 这场比赛打完了之后 估计的换个框 都给扎坏了 这面也是当当的 这面是光光的 对 43比26 26分 不会说 还有三分半钟 我觉得不可能还得14分左右吧 嗯 不能吧 应该不会 反跑没给出去 底下21 他想来一背船呢 没过去 他看到了底下这二打一 这个 哈哈哈哈 大家都知道 太可爱了 杨师老脾气还是好 你知道啊 但是还是真是脾气好 真是脾气好 杨师老这感觉 这确实是 这个体重包括 慢悠悠 不着急啊 胖呼呼的啊 对 特别可爱那种 特别可爱 哎哟 哎呀余多豪今天就是扎对手 怀里这都多少个了 较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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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有加速没有降速 嗯 然后只有直线 没有没有这个曲线啊 对 就一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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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撑你就出去了 出去了啊 怎么着那不管了 对 你不行啊你这有刹车啊 哎呀给他换下了啊 嗯 我们看看换了 换了谁 麒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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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了就打另一个 哦 换了曾凌旭 对不对换的是曾凌旭 曾凌旭来了 看看能不能带一带啊 葛老板小技术啊 其实以前我看葛老板球 我觉得挺有意思 嗯嗯 我要跟别人说过 我说那个块都很大 嗯 对吧个也很高 当然玩的全是细活 对 对吧 全是小技术啊 就是尤其跟他这个外貌 这个面相都不太俗 嗯 张飞绣花嘛 哎对有点那意思 有点那意思是吧 面相长得非常凶横 但其实这个篮球技术 特别细腻 给人感觉应该是 那种死扛烂打型的啊 那种全是肌肉 对创肌肉是吧 是 结果是个技巧性中方 结果他的脚步还挺好 对 手感也不错 是 是 18分的分叉了啊 鲁土布拉三次犯规 鲁土布拉是这个联盟现在的犯规王啊 场景4.4次 今天又快了 呵 15 对创股 对创股 这种转换三分 这是个机会啊 啊 不动我 还是上篮 终于进了 好严股 终于到30分了啊 得分9分 11投3中 这命令反正惨点 那先跑8倍 上下有个协防 菲德停了一下 再强攻 这样你说要是新疆内线 有一周期 对 你让菲德一种一米星 还狂轰你内线 对 不能 基本不太可能 像以前这种防守 阿波特他们就让了 让了 就我让你进去了 往里赶 对 往里赶你了 往我断你传军路线 是 这周期在里面 等着盖帽和干扰 对 因为毕竟 咱们这儿是非法规则 没有防守三秒 就一直处在里面 它这个效率非常高 坐低后面 一进就不出来 是 没错 费尔德今天 助攻倒是九个倒是挺多的 嗯 投篮也不好 不 它是怎么着 费尔德这种球员好在哪儿啊 它不盲攻 嗯 它要看你对手打得好 它 我不需要得分 对对对 我不需要得分来争扮自己 它瞎干真的是看着分 有时候自己就 嗯 就是打一个就打皮着了 不是 它有时候玩的有点票 你知道吗 嗯 所以一看赢多了 哎 它就甩一个什么的 对 哎 曾立旭扔一个好球 对 啊 曾立旭其实在这支球体当中 现在作用非常重要啊 是一个承帮带的作用 对 包括说你看现在 这个余德豪不灵了 西尔扎皮不灵了 得曾立旭上来解决问题 嗯 曾立旭补进来 哎 还完成了防守 刑事墙自己拿俩牵上完满 哎呦 贼罗终于见到了 又去三分 51比33 51分还行 但是33分确实是太惨了 是拉开是挡 还有5秒 压住身位之后的三分投篮 这但是说实话 今天新疆的篮板没少想啊 对 他们就对篮板好 而且这刚球员啊身体好 他能拼 尤其前张板 好 阿布图沙拉姆终于开张了 终于开张了 嗯 连拿两个球阿布图沙拉姆 而且把这个三分投开看看有没有一些心理上面的改变啊 这元帅 也是不准 不是 虽然有无限开口拳 但你这顶着两个人投是不是有点 可能对自己心情很强 他是不是想抢一个 但是你其实沉沉时间也行 对啊 给对手少留点 邹灵旭 鞋防上来了 快到点了 投 哎哟 直接送到施德手里 51比36 那这样半场比赛结束 山西队领先了新疆队15分 我们看到阿布图沙拉姆的这个表情就能够知道 新疆队在上半场打的是让他们自己多么的不满意 这样的不满意 不单单是体现在比分上面的 也体现在自己对自己的这个要求上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进攻表现 跟对手的防守 他没有形成太大的正向相关关系 也不是新疆队训练水平的体现 这绝对不是训练水平 什么上篮上不进 然后在这个游戏区边角那扔一个扔一个三步毡 这都不是真实实力的体现 但是为什么能够形成现在这样的原因 您能不能从别的角度给大家来做一个解读 还是有一个就是不适应 不适应 真不适应 因为你少一周琦少了太多东西了 周琦他这个队员他比较全面 从攻到防 而且群枪队全对围绕他来进行的建设 对 是的 你现在突然下 那个属于大梁被人抽走了 大梁被人抽走了 剩下的你其他的那个专上瓦瓦子 起不到什么太大作用 你得重新找 没看那个为什么新疆队的主持人老换吗 安一二他也在找 我怎么能把这个点给看什么方法来给他转换一下 但是这个人现在一直没出来 比如说阿波罗沙拉木按道理讲是现在应该挑起大梁了 但是他是一个外形 而且他是个投手 另外一个层面就讲了 就是说他现在在各个位置上这个先发替补差距很小 就是或者说是在场上的发挥时好时坏都不稳定 这也让二岛难办 就是你这场打挺好 我下一场给你扔先发 你先发一下又不灵了 你再下替补 就是这样的来回的频繁的折腾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会给运动员们造成一些不适应 那比如说你今天余德豪开始打的就还比较合理 但是后来连续不中的时候 自己想去往上走 那你这样的一个突破的表现 其实是不能够满足这个球队对你要得分的需要的 是吧 不是他是这样 余德豪你作为一个后卫 尤其你作为一个现在全人年轻队员的后卫 我觉得你不应该就是说去进攻 你应该在场上跟一个老大 后卫一个好的后卫相当于场上的教练 对 对吧 你指挥你的同伴 因为你同伴太年轻了 22岁23岁24岁 都是刚出道的毛豆小伙子 你怎么办 你得指挥他们 你该干嘛 你不能说 你看都不行 我扛上枪往上冲 那你冲完了之后谁指挥大家 你不能说一打仗 团长先扛上枪往上冲 那一个团拉后面了 你不是开玩笑一样的吗 对 你得指挥他 你抢篮板 你要干什么 他就说 反正我看了两节球 他没说话 没说过话 对啊 他没有指挥 那你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怎么说呢 一个过不去的坎 对 所以我们看看下半场 看看下半场 这个新疆队在这10分钟的休息期 能不能有一个在思想上面的调整 把这个比赛打得趋正轨一些 那在中场再给大家来送出一遍我们的福利 看CBA上咪咕视频 选新银好物上咪咕商城 CBA周边衍生品满100减15 专场特惠中点击视频下方热卖按钮 即可进入购物 一起为新赛季助力打货 我们中场的解读呢 大概就到这里了啊 我们等一下这个现场的几解 教授导可以接着讲 就是在这个比赛当中 因为山西队 他今天也没有那么高的效率 我们看到了他的失误也挺多 但是为什么他能够领先 他的体系的运转是没有失灵的 这是今天山西队和新疆队 比较大的一个区别 就是新疆队我们都说 现在在重新树立体系 重新塑造核心 塑造他们的打法 但是他们塑造的这些东西 在今天完全没有体现出来 而山西队即便不准 即便失误多 他依然能够把这个比赛 纳入到自己的轨道当中 该打反击打反击 防守该变化变化 然后这些三分能投进的 投不进的 他都是把机会先倒出来才投 所以可能山西队在这方面 是不是相对来讲 就更加的从容和训练有素一些 一个是经验 山西队这些队员 毕竟也是经过了好几年 CBA的洗礼了 没错 二他们是比较的 就是把握性比较高 其实双方防守都不见得有多好 机会都出来了 但问题是山西队能投进 对 新疆队的投不进 投不进 你看是吧 新疆队多少个篮下机会不进 还有上篮不进 你这也没法交代的 你上篮按道理讲 应该名字最高的 你上篮上不进 调给您急的 不是他不是急 他是确实这样 是着急他们 你篮下那么近的距离 而且没人防守 你差点扔赢三不瞻 我挺赞同您那话的 就是这球他其实伤自信 也伤球队的信心 你打着打着 教练员对你就没有信心了 无奈了 你队友对你也没有信心了 后来整个大家都没信心了 就破网子破摔吧 该怎么着怎么着了 千万别那样 这比赛就没法打了 对 所以你这个 哪怕你遭过犯规呢 他为什么 我理解年轻队员上场 年轻队员上场 第一是紧张 手脚冰凉 没有感觉 他离那么近 为什么差点投三不瞻 因为他害怕 他没有第一次打 见这么大场合 可是你得马上适应了 没错 现在还没什么观众呢 你等着再打主播场 好家伙人山人海 是吧 旌旗招展 几个人在忽悠 在连张上带什么的 那你更晚了 是 慢慢来吧 确实新疆队 现在的问题 还是比较多的 我们看看 留给阿里昂指导的 这十分钟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能够帮助队员 赶快的警醒过来 我们稍微休息 待会儿再来看 双方的下面场比赛 欢迎来到本期CBA五家球 第五球 先变相再拉杆 智抠抬看桥门号 一顿操作猛如虎 对方的三秒区 一点都不躲 第四球 神子杰精准判断 将球抽掉 勇往直前 闯出阳关大道 双手抱扣 精彩一条龙 唯妙唯笑 第三球 郭艾伦赛季首秀 华丽转之一旧 脑后油盐 极力妙眼 朱鲁镇作能吃肉 上演辽宁队新版 二重奏 第二球 上一秒刚注队友一飞中天 下一秒却成为黑色背景板 小将麒麟接队友妙传 飞身格扣怪人 成就了今年 定格了时间 第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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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球 天队吉林队 遭失严单场 速攻十七季入攻 将军有陶宽林 一直锁在天空 人若到 球必到 扣篮原来是如此轻松 欢迎收看 由咪咕体育自制出品 每周CBA 五嘎球 第五球 远看黑影 风驰电车 仔细一瞅 哎呦我去 朱兰特 第四球 小高继尾 相爱相杀 左手一击地 换到右手一压 这好不容易回趟娘家 送你们点礼物 忘了那个绝杀 第三球 曾凡日抢到篮板 空篮打板 不禁毁了一世英明 再起被冒 祸不单行 连续晃动 以动物还走步 寸步难行 万水千山 总是情 阿日啊 你赢一点 行不行 第二球 来看世界难题 能有多难 这挂个挡柴 直接就跑出空位 毫无波澜 且看王如恒 穿针引现 富豪心领神会 立批泰山 第一球 骨则欲突破 深入敌营 信包夹传给潘宁 大力过篮 我去无情 古有潘凤 一战成名 而今 无有上将 潘宁 第零球 千载难逢 一个底线发球 十个人全蒙了 底线球砸别人的 我见过 砸自己人的 我也见过 你这砸自己的 我是大开眼界 真可谓是 蝎子拉屎 绝绝子 等等 还有负一球 无钱打耳光 雪上又加霜 你举头望明月 我躺着也中枪 这回我终于知道了 大车为什么有 事业盲区 再等等 还有负二球 赵机里面对包夹 不慌不忙 一个四分位长传 传给了郭爱 郭世强 你把金牌给杨明了 就给我个篮球 好了朋友们 我们继续回到 朱基的现场 来看这场 新疆和山西的比赛 今天我们在 演播室请来了 郭健指导 给我们做比赛的 平球解读 上半场的 比分是51比36 双方这个分差呢 虽然说有点大 但是对于新疆 落后地方来讲 还是在可注意的范围之内 上半场他们 发挥的非常失常 两届比赛只得到了36分 我们来看看 这应该是给的 阿卜杜的急紧 我们来看看阿卜杜 在上半场比赛 他拿了12分 还有7个篮板 这是开场的那个 这是后来命中的3分 就这7分 他打这种球是擅长的 对 接球投 接球空位通篮 但你现在得创了出 空位机会 没错 再看菲尔德 菲尔德是拿了12分 另外还有9个助攻 菲尔德一个人助攻 比新疆一个队的多 新疆队7个助攻 半场 新疆队命中率太低了 半场命中率是26% 好家伙 二老应该也放松心态吧 哎 是 你就先打着吧 那怎么办 对 年轻球员得需要一个成长过程 慢慢来吧 你现在多好的机会啊 CBA这个大舞台 让你增强信心培养你 对 对吧 你先慢慢来吧 哦 余德豪上场没有先发 我们看看是不是让曾令旭先来了 还是希尔扎提 麒麟先上 调的幅度挺大的 曾令旭 阿布杜莎拉姆 然后龙梅和麒麟 然后还有唐帆玉 还是一个主攻的阵容 包括有曾令旭在场上 看这个节奏啊 串联能不能稳一些 防尔端先给侵略性 这个球犯规了 起码你把这个节奏给压一压 嗯 别是来回跑套 对 打得有点慌张 山西队的先发是跟开场一样 没有动 再补过来 阿布杜补过来了 但是身高和葛兽宝还是有差距 小个补大个 要么就怎么说呢 把他推出去 就不让他进内线 第二个你补船球 就是他的接球路线 你不能说就在他身子底下 让他太碾压式了 对 就这个 那那样的话 这个补防其实就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没什么太大意义 他你个矮 人家直接可以 是 高举高打你了 对 你要断到全球路线 其实也是好事 而且还就算能想断 嗯 没错 曾令旭刚才那次进攻 也是打的 球路没有过 其他队友的少 自己的一个三分 投篮没中 这费尔德又开始起码射箭式 啊 来看这次阵地进攻的组织 齐林 哎 再回来 要入位置了 这球吹了贾号的楼人犯贵 一个转身 要到了比较低的位置 齐林也是要奔夏给的 打的还是比较清楚的啊 好球 这点球发的不错 漂亮 哎 鲁土拉得这么大 实在不行 先运一下是吧 没错 全身史上劲 没错 你有对抗上 能尽人劲就好办 是 继续守联防 站阀之线 打一个撞墙二过一 没投进 都能去推反击 纵身的机会没有 给刘白线 好球啊 这是阿卜杀大木 这拿手放弃 对不对啊 新疆队的一个气啊 离顺了 嗯 给打停了 就这几下 打着 除了曾经旭的那一个 三分墙头之外 每一个都是有战术 配合在里面的 起码是机会 对 起码是机会 你看这底线球发的啊 强点一吸引 中间 鲁土布拉露出来 然后包括曾经旭的 这种串联 这是很舒服的 而且得相信 阿卜杀是有这样的能力的啊 他能投中三分 他是投手 对 而且就这种 尤其是空位投篮 他能力很高的 是的 现在就想着 怎么给他创造出 这个空位机会 而且现在山西队 明显对他的防守控制 也不像前两节那么严了 没错 开场挺严的啊 开场就感觉 他面前永远都有个人 开场就是还想着 上一场他拿了43分 那今天大洋知道 肯定是强行布置了 说不能让他 给我把手感 从开局就投出来 那现在也是要重新去注意这件事情了 全场的二二一 长甩过来 行事强没下进 这球打得 对角传很危险 这球 这球打得乱乱 乱确实是乱 没有 行事强通篮未中 这个球可以稳一下 可以稍微稳一下 别打得太急了 对 打人哪 你怎么把球给他 你没人来接应了 对啊 对 他这个气也利过来了 鲁兔布拉他应该是内线 你把球在三分线外 他就是让他组织去 你这 他刚才喊这一嗓子 他还是有喜剧效果 大哥你们不能把我晾这 这不是我的区域 我的区域应该三秒接力的 曾灵旋反应快 立刻回来再接 然后再打挡拆 顺下的分球 刚才那篮下 强行打进这一下 鲁兔布拉的 这个比赛的信心 感觉也回来了 没受在上半场的 那种低级失误的影响 反正这场篮板 就是抢得不错 抢了八个篮板 因为现在就是 大个 从身高的角度来讲 那除了朱川宇之外 其实经常用的也就是他 这都抛一个 他今天这抛头也是不太零 平常挺准 但是现在确实是 篮板还是占优势 山西队 就绝对高度上占优势 绝对高度上有优势 打得不错 元帅犯规了 你看这个就是战术 这个战术点 打的同时出现两个机会 是 上下都有机会 就比较好 你可以有选择 你选下还是选上 对 而且你选择机会 出现机会之后呢 你可以选投还是突 这就是 就衔接上了 没错 拿着球之后 防守人的位置正好对位 俩人正好就 无缝对接了 那你就最难打了 对 这球应该投了 不过也是那个鲁图布拉 他的两分球 包括三分球的投篮 命中率也确实差点 对 他第一是没三分 第二呢 这个两分球长距离 其实把握很低 他就是篮下 就是篮下和篮板 哎呦这球啊 这球啊 几点 几点凸凸凸一个 这种老顶着一两个人投篮 其实太难了 那你还得打战术 哎他没传竟然啊 自己再次抛头还不中 底角 元帅 哎 哎 哎 葛昭宝 这天上掉馅饼 减一个 低头往回跑去 快 球比他跑得快 哎呦这一回合 葛昭宝抢了三篮板 俩俩板一个抢断 对 效率相当高啊 起了 速度真快 嗯 还是15分的分差 嗯 本来最少的时候 就压到10分了是吧 哎 是的 结果这让一忙活就得弄回来 哎 犯规了 嗯 张经纪上手了 这是天上照馅饼 天上照馅饼 没头这个退房呢 看着突然前面出现一个篮球 心里还纳闷着 这怎么那么眼熟啊 啊 对 阿布图山拉木 哎 你要这种球也不防 他很准的啊 对 得给他做一些掩护的战术 哇塞 嗯 这边是难道是框的问题吗 好像是右侧这个框是 对双方都不友好啊 还挺公平 上篮怎么都不进呢 嗯 这个球必须得打进 要不然就造作双为发篮也行 没人打 葛昭宝感觉这个球应该是他的 今天是富尔德 就是投篮命令确实低了点 是 三个裁判商量上量 看这球到底是谁的 合一完成 还是给了新疆队球权 看新疆队能不能把比分缩小到个位数 对 一手打进去缩小到个位数了 董昭宇 转身 见野户 菲尔德贴得很好 再来一个掌拆 好球 噎得漂亮 曾经旭这个处理 还是尽显大将风范 很成熟 他经验丰富 对 现在新疆队这守联防 看来是守到底了 见效还不错 对 就是全场的21 然后回来接23 盖得漂亮 这应起 你毕竟这个卢土布拉这个身高在那摆着 唐坦宇三分也中了 这下子 差5分 5分了 新疆队起势了 而山西队呢 就是在 频繁的被对手逼迫落阵地的情况之下 找不到好的办法 而且他现在名用率也下降了 嗯 看个元帅怎么样 还是轻 而且你回来之后 兴承不了防守体系 齐连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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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得真能跳啊 谁有分给猫啊 再传 找到外线的张宁 还是没有 这球 打得真快 三分了 等于是 15分的优势 15分 半场的时候15分差距 麒麟这个球啊 如果能在空中再传一下 那就更好了 已经被对手贴到没有角度 还要再拧身用右手投 很难不被防下来 这下子等于是15分的优势 瞬间就变三分了 嗯 阿尔斯兰今天是 身着变装 上一场比赛就没有打 打了个18比6啊 嗯 三分球山西队五投零重 快攻表分也是零 来看看新疆队的关键球员 阿卜杜拉姆 在下半场比赛 终于找到了比赛的感觉 其实山西队挺会防阿卜杜的 上一次双方交手 防的阿卜杜只有10分 嗯 下半是控制的 没有上半是控制那么好的 对 嗯 尤其他有曾经一度换防 让葛昭宝去防的 啊 这是防不住的啊 20分了已经 是命运率也上来了 2分球40% 3分球50%了 对 继续这个防守策略 全场的 21回来 强行的去打快 哎呦 慢点这俩大哥 这给的居然这么大吗 曾经萱 看看那两个人 有没有问题啊 双方的大中风 这是磕到哪了 磕到头了吧 甲号上卢杜普拉盖一下 倒地 然后葛昭宝去跳 哎呦 葛昭宝这一下 啊 没事没事 没什么大事 啊 其实 震挡震了一下 对 没磕着 他这个重量还真是砸到了 腿上了 卢杜普拉的膝盖上 卢杜普拉也捂着自己的膝盖 应该都没事 都是比较强壮 他刚才没直接磕地板上 他只是震了一下子 对 就怕那脑袋后脑上 咣一下子 直接磕上 那就麻烦了 反而鹿杜普拉这边的膝盖 可能受到的撞击 还更严重一些 这个 摔一段懵 我震的肯定有点懵 对 有点懵 这球怎么能失误呢 直接往街外穿 感觉像脱手的那种似的 上抢的犯规 山西队的调人的方法是 让张罕军上来稳一稳 张罕军是一个很传统的 打节奏的空位 我们看看张罕军上来之后 跟菲尔德这个比赛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能不能稳一下节奏 这大洋之导在比分配扩进的时候 选择了国内球员 不用万元 张宁今天状态也不好 太着急了 打 阿波多 这是有点细刷格招宝了 利用你移动慢的这个劣势 我不断地去运球狂动你 现在差一分 这时候你起码你造一个犯规反俩篮 对不对 对 战死 咱打 哎呀 哎呀 好球 漂亮 三秒了 这是假号的三秒 嗯 吹三秒了 这种错误也不能老犯啊 哎呦 这膝盖可能够呛能坚持了 他刚才被砸这一下确实是挺严重 也是啊 这格招宝200多斤 啊 对 从空中落下来 正好后背拍膝盖 鱼的豪上了 我们看鱼的豪上来之后 能不能这个打得冷静 有调理一些 转右手侧 好球啊 真的漂亮 看麒麟的机会 哎呦 哎呦 哎 哎 你别说 余德豪这篮板嗅觉 嗯 他身体素质好 对 反超了 反超了之后 陈希队 又反超了 嗯 双方交替的向上走 这比赛变得有意思了 嗯 本来是领先 15分的球打成了焦灼状态 啊 而且现在一看 把那个费尔德给换下去了 对 说不定杨颜的杨颜 对他不太满意啊 是 哎呦 哎漂亮 哎呦 这个动作这慢呢 啊 哎呀 这不直接起 哎呀 直接起了多好 这 哎呦 这 你看这不是正好 嗯 为了配合山茂 这绝对五家球了 我跟你说 哎呀 焦灿真老在这 一个半径套中 说了好几个 五个A友 不是他这 哎呀 啊 篮下是什么地儿 篮下离篮宽最近 当然也是防守人 防守去严密的地方 对 你接着球马上就得起 对吧 对 而且你那么大的身高 对 他是可能没拿住球 还不如怎么 犹豫了一会儿 犹豫了一下 要增强信心啊 打得果断一些 因为这个比赛到了同一水平线 胶着着往上互相交错着走的这个比分啊 那就谁都有机会了 嗯 而且今天感觉这个费尔德打得一般 啊 真是一般 前反正前两节半现在打的是一般 真是一般 就看是不是留着秘密武器第四节打 嗯 让他也在底下冷静冷静 哦 哦 上了 上了 我一直告诉你 你这再不好打 我接着给你换上去 对 再不行你就坐在那个板凳上 就是整个比赛的这个向前走的那个过程 山西队没有一个爆发式的起势 而新疆队刚才这段爆发式的起势 让他们收获了在场上的这种比分上面的用势 对 而且呢 自信心起来了 开始的时候 山西甚至还有就大比分领先的时候 15分的时候 还有点那种耍的那种状态是吧 你现在他在紧张 我不知道能不能紧张起来 对 把这个问题一下子想简单了 嗯 这个篮球场上永远的都是在变化 分秒必争 寸足必争嘛 你不到最后明少那一刻 你谁都不知道输赢了 我来 齐林 真脆啊 这三分 这下我 反超两分了 对 火 不应该啊张汉君 我觉得大洋之招已经调到位了 把俩空位都摆敞上 对 现在让费尔德 看他们给组织起来了 张汉君 张汉君投篮不是擅长的啊 摆一下再传出来 哦 抢了个下车篮板 这下车篮板挺关键啊 很聪明啊 已经被封死了 砸对手的身体 出端线 今天这费尔德真是投篮命力可真不是很高 他丢了11个球啊 15投4中 大洋之招为了破对手 这个全场接连防 已经换上两个空位在场上 同时上场 这个在之前是不多见的 这球没吹 争球吹了犯规 吹了拉人 是 山西东飞 闫蓬飞加行动墙 这种 这是投射能力更强一点 哎呦 这恐龙妖火真棒 现在你发现没有 现在山西队对这个西洋队的联防 还真没办 真破不了 现在只能靠投抢 是 而且反过来呢 快攻也打不起来 为什么 现在新疆队的命令上来了 第一位 哦 队球是给了犯规 好 这个可千万别再指了 再指可就真吹上了 对 这好像看着还真是 肢体动作很丰富啊 唐太玉紧的劝 别冲动 对 冲动是魔鬼 余德豪确实是 这个情欲控制上 一直不是特别擅长 实在不行的话 阿尔老可以挑战一下 是吧 因为现在吧 现在就是要求的比较严 就是像举双手啊 或者是什么那种 对 全都可以吹你剃的 对 其实这个呢 已经推行有几年了 但是呢 因为他确实是很苛责 所以有的时候 财队员那个处理啊 相对灵活 我记得刚推行的那一年 巨岩 你好好 就是稍微迈大步 走两下 那都是认为你对判法 表达不满 直接就是T 这有点太过了 因为蓝球场上 本身就是对抗 一个虚泻的一个场所 你这 连这二两嗓子都不知道 你还怎么打 是 后来呢 就处理了相对灵活一点 嗯 哦 麒麟刚进一个 没有 哦 这费尔德蓝板是抢的不少 嗯 他一个会抢位 你发现没有 他特别会抢位 嗯 还是靠担拆 让珠峰提上啊 加鸡变角了 哎呦 这球啊 哦 心跳得抢下来了 哎呀 磕磕绊绊还真打成了 这打的感觉 老要丢似的 哦 就心的悬在那个 是 嗓子眼这儿老看着 就老是是丢非丢的 那个概念里 对 一直在这个对手的手边试探 还要换回来 哦 这个球就是在防守当中 埃子外提 你就往上扑就完了 他非要跟自己的队友 再一换 就这一个当口 菲尔德那儿空了 哦 索性加到底了 对 或者是就是换到底了 换到底 不好顶啊 菲尔德这科技力量好 有劲儿 传得不错 哦 这球是给了地板犯规 喊的是安德万 二加一 对 但是裁判不认可有效 提前犯规了 应该 看菲尔德做的手势是征球 山西的现在就是缺少一个像唐太玉刚才做这种动作的人 就是纵深地去撕扯一下这个联防 而且他现在内外有点脱节了 嗯 而反观就是下半场新疆队是打得很出色 看来中场这十分钟阿里江之导绝对在更衣室 言之有误啊 点醒了运动员们 肯定是发火是肯定的 您能有预判 因为我跟阿尔老也打过好多年嘛 没错啊 对他的脾气秉性还比较了解 比较了解啊 尤其是脾气 看着很文静啊 对对对 脾气很大 你没办法 当主要练不可能是好脾气 死不长兵嘛 死不长兵 还是得有脾气才可以 剩育了半天没过半场是什么意思 形致强 还是没有 想到篮板 颜梦威 这是憋了半天了 这比赛真叫做 结果没想到第三节快结束 打了个难分难解 这可以打了 给了犯规 阿布图跟菲尔德也很熟 毕竟当过队友 阿布图沙拉木是2米03 04的身高 对03 打1米75 就是菲尔德就只能是 在力量上先顶低一下 后边再起那个位置 小圈里啊 肯定就够不着了 你就不能让他塞满区里接到球 要不然接到球 他转身的不跳 菲尔德都够得多费劲 对 我还想重67比66 重新打了个包扎 鲁兔布拉又回来了 埃兹麦提被换下 看看这个破联防 前面都破的不好 元帅 现在就靠头强 山西现在破联防 真没什么好办法 没招了 就靠头强 幸亏他这两个大个篮板还可以 对 比分老师一分一分的 也挺紧张的 和方把这个比赛 打成了一个非常焦灼的混战 焦灼战 本来以为这个山西队 吕胜强队是吧 姚明啊什么 北空啊 都以为感觉 不能说七雷咔嚓吧 反正 怎么的领先 对吧 没错 你看现在这 包括他之前 一周前打新疆 赢得也很顺利 今天 反超一分 和朱博拉这个腿 走道还不顺利呢 就这么给人换回来 硬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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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伤其实没伤 就是疼 你忍忍就过去了 忍忍就过去了 怕的是扭伤和软主 软主就损伤 损伤难受 反正也看出来 他在这个阵容当中 是不可或缺 他抢篮板可以啊 对 走进去 压节奏 哎呦 这球投的 还有三秒 说大喊别犯规 时间不够了 哎 不应该无效 嗯 那这样三节结束 山西队从半场结束的 15分优势 变成了 一分优势 68比67 不痛快 这节比赛山西打得非常别扭 这种 全场21 接 联防 阿江知道 在 上半场也在用 但是山西队 其实破的 还是比较顺利的 嗯 但是第三节 怎么就突然遇到了问题 三分二不准了呀 三分二不准了 不准了 嗯 而且快攻打不出来了 嗯 为什么 他以前 他那个新疆队的命运率低啊 小篮板可以打快攻啊 嗯 对不对 你现在新疆命运率 一下上来了 他没有机会打攻 全是底线球 只能打真地 嗯 你一打真地 三二 这个三二联防 嗯 他现在新疆首联防 是二三变三二 三二变二三 嗯 两个在轮流倒 轮流倒 啊 这你打的 你现在 而且他中攻占的太死了 哦 没错 你这时候如果有个四号位 是吧 能投三分 能突一下的 哎 就就好破 所以就是形成强这个点啊 其实是一个 拖联防比较关键的点 但是他今天13投 只有三种 篮板像您说的 他都抢15个了 那没办法 才得10分 命运率低 他只能抢篮板 机会就多了 嗯 你要这样 就是70%多 命运率 他抢篮板多不了 对 多不了 啊 菲尔德 这也是菲尔德的一个 投丢机器 我说实话 这菲尔德的投篮 确实也 他投篮稳定性没那么高 因为他跳得太高了 他每次都是充分的起跳 到最高点头 嗯 而且你现在 菲尔德 你 杨仁老师 打算怎么用他 要是教练的话 我应该让他突破 嗯 扰乱一下 这个不停的突破 把这个整个队给 给他连接起来 是 把新疆队的那个防守体系 给打乱 对 菲尔德现在我看 突他面前的人都费劲 嗯 啊 换防了 扰前防守 这个这个投篮 卢素不拉的中距离 哎呦 他今儿怎么手那么倒是 其实确实是 菲尔德这个高抛 好像就没进过是吧 对啊 平常这是他的招牌武器 拿手绝活 说一个有关玄学方面的事 是不是这么的 就是咱屏幕右侧 不吃球啊 是不是 对 上班长新疆在这受别啊 而第三节 山西在这也是只拿17分 都没过20 男帅接过来 哎给了漂亮 哎呦 我 我说什么来着 这门框还真是 真是有点问题啊 不吃球啊 嗯 阎门辉 这个球 高低也能给放你了 这球传的也没问题啊 嗯 退防也是过来干扰了一下 但是没有形成实质性干扰啊 对啊 哎呦 余涛还给打了一下 嗯 嗯 这球有意思了 挑边逃错了 看来 嗯 哈哈哈哈 是吧 哎 好球 球打得不错 哎 得遇到这么大是可以的 你得用自己的速度是吧 对 别往人怀里撞 打错位啊 哎呦 也没有坚决在扔 不敢攻了 给菲尔德 上篮 打手望贵 而且现在山西队的投手 尤其三分投射手 嗯 没什么发挥 嗯 得注意一下了 菲尔德往里突的时候 找自己的位置 熟悉的位置 是 菲尔德传球能力还是可以的 山西队今天只进了六个三分球 菲尔德还战仨 哎呦 他罗多布拉真不长 罗多布拉是真受不了了 啊 我就说嘛 他这个你打了个固定 再回到场上 还是一拳一拐的 因为这个人在队中 其实这个作用 现在其实很大的 他这个点算是高点了 你2.07第一高度 你如果后面不用他的话 你第二身高 你就得往下数 都是一堆2.03的了 呃 除非你大量的使用猪穿鱼 但是这个显然 从前面的比赛看 这不是阿里江之导 所希望的一个阵容轮转次序 嗯 逐传宇倒是高 但是有点太高了啊 2.06 其林带走 安斯麦提没篮 然后再手里手交 好球 下得漂亮 哎 2加1 嗯 你看新疆队这个球的配合 也转起来了 所以说上半场 为什么这个余道的比赛就全是往里凸 往怀里扎 而没有这种球呢 让我们确实也不太理解 着急呗 嗯 一开始上来就想 把比分看怎么给追上去 对 对 哦 哦 葛招宝上了 现在主要是山西队最大的问题是怎么破联防 嗯 喝啊 感谢加法没中 送的分没要 哎 用运球来过 你只能打这种 打这种结合段倒是对的啊 就是联防还没到位 但是 贾浩这个球太实属于热了头的 三不沾啊 掉一个 哎这边提 哎呦好球 漂亮 这球 有点看不容 看不容外了哈 啊 啊 上半场新疆队市场啊 下半场啊 轮到山西队市场了 单挡把这门开开 嗯 开门这下没问题啊 而且艾特麦蒂上的也没毛病 他得补这个发球键的点 那余涛这起球领的多好 就是 不是没有传球能力 对 是看我想不想传 对 对不对啊 就是这么个意思啊 而且艾特麦蒂刚才的这个 转身啊 幌动啊 插步啊 有点那意思啊 有点意思啊 有点梦幻脚步的意思 嗯 71 哎呦 73米71 两分的差距 继续换防 葛招包老有一个斜防的态势 哎 前上篮板 啊 没有沙拉木啊 哎呦 山西队开始丢后场篮板了 这不是好信号 贾号也不敢扔了 行至强扔 凡是靠蒙长篮板 这不是长久之计啊 还没办法 他现在没有人突破去打乱 还有没有掩护 没有配合 是 就是站定了一圈人扔一下 可以让葛招保 去再发表线测语一下 我们待会看看有没有变化 2加1 这边频繁打2加1啊 他没办法 他现在一换防 就换成葛招保防 阿波多沙拉木 对 你这脚底下能跟得上吗 是 而且你不往上防还不行 他有三分啊 没错 你往上一防他又突 一突起来 2.03的大哥一冲起来 因为刚才收音还是挺好的 就是他过了第一步之后 你就听见葛招保的喊 就那意思就是你赶紧 斜防 过来帮我斜防一下 结果斜防出于犯规 现在是球队的斜防吧 老是想用手 老想去盖帽 其实盖帽是最后一个手段 最后一招 就逼你实在没办法 实在没辙 轮到盖帽 那个东西是漂亮啊 对 但是他 他不能当作就是日常的这个 夹常菜去吃 你这个东西你斜防什么 你堵在他突破路线上 对 好 张宁又上了 换一个攻击手看看 他能突破呀 张宁的这个是有持球攻的 哎 转得好 看个元帅的定点三分有了 还是准 对 这三分续命啊 这一下子 没错 麒麟 歪了 这球打得太着急 你赢了两分呢 啊 而且你现在打的你打那么顺 没错 接着打阿卜杀拉木这一点啊 是是 半转换的机会有时候其实不用太着急抓 尤其是三分 哎呦 这关键时刻元帅练着两三分啊 反超一分 元帅这个不开是不开 前面六个头都没进啊 结果连进俩 哎 漂亮 你看SYT打多好 而且这球又是余得好的传球 哎呦 抢断了 哎呦 贝尔德不能耍脾气啊 你耍脾气这球队就该因此 不是这个这个你可以是吧 但是你场上你丢了马上的回房 对啊 你不能耍脾气 站在那看着不行 你其他事以后再说啊 哎呦 而且就这么强啊 新疆队都抢出信心来了 看 千万不要因为脾气而影响球队的成绩 现在新疆队的防守有那么强悍吗 连三一队发球都费劲了 对 这还是一个试吧 嗯 试被扭转过来了 好球 哎 看着抛线这感觉有了 对 81比82还落后一分 太有点挤眼了 上面场还很潇洒呢 是吧 下面场这已经开始有点挤眼了 哎呦 葛德宝这个球传的不好啊 这是葛德宝的问题 漂亮 失误的莫名其妙的失误啊 哎呦 风发球 这个威胁这么大 这框是真有问题 我发现多少个上篮没进了啊 应该啊 剪一个那个框的机器 那个框到底阻挡了多少个上篮球 嗯对没错 是吧 啊 就是投篮我们就不假了啊 哎呦 给了个鸡饭 嗯 几号 这应该是给个阿尔道 阿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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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让阿尔道啊 歇会儿 修修两分钟 最多了 嗯 歇会儿 下来穿口气 是吧 穿口气 最后打决战 喝口水 润润嗓嗓子 嗯 这个其实挺冤的 不应该 嗯 平白过过丢了一分 球队洗衣人员 嗯 估计全站起来了 有可能 一兴奋是吧 对 82比84还落后两分 快看看菲尔德的处理 葛老宝正在发射线 还是去开这个门啊 直接拔了 常老板丢掉 太简单了 公子 靠一锤子买卖 齐林真自信 已经仨没投进了 还敢投 结果这就进了 你看 进了就 哎呦 我这葛招宝 都去接应去了 不至于吧 而且不能运球啊 他可以接应 你往前传啊 余德豪 吹了余德豪第五次个人犯规 这个 哨其实晚了 嗯嗯 其实他第一个就是有那个 就有摟 就有摟抱的动作 就可以享受 但是他没想到吹的是第二个 哎 你时间一过去呢 肯定余德豪觉得我很冤枉啊 嗯 82比87 5分了 现在输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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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块有魔力啊 我跟你说啊 这绝对 哎呦这有点意思啊这个啊 有有点说头 哎呦这三分 这边的篮块像海洋一样大啊 哎呦 哎呦 还好有元帅啊 不是 三分感觉挺正常 挺正常 就是上篮和来一下感觉不吃球了 你知道吗 还是打挡拆 耍下来了 这就是个人较劲了啊 太免强了 哎 这球怎么丢的 他 落地没落稳 球就脱手了 麒麟 麒麟这手热得发烫 这哨 就是混战半天 结果24秒走完了 哎呦 这比赛打得太乱了 这球可着老 2米1 2 应该不进你知道吗 这真没点说理去了啊 就是上面上 新疆队在这个框 莫名其妙的上篮不进 嗯 下面上山西在这边 莫名其妙的上篮不进 反正这框倒挺公平 总结了一下啊 不是说这个球队队员问题 是篮框的问题啊 你看这就是算是打一个 算是半快攻了 哎 其实这个就是打 就打这种就挺好 挺好 就是不让他落位嘛 对 你落在阵地上真是 哎呀 这还放啊 热不干交 嗯 山西球选 还有五分钟时间 时间倒是来得及 三分球啊 非得有点急这段 他感觉今天整体状态不太正常啊 哦 别帅 没有 先上篮板 对球 反规了 哎呀 斜防啊 用脚步去斜防 用躯干去堵他 你不能伸手捞他一把 对 而且你捞这一把 你看这一下子五次了 再反规就得发篮了 没错 这捞这一把你 小灯亮了 啊 没他大必要 嗯 好 菲尔德现在是真有点急了 他发威了 89比90啊 差一分 你看他也没表情了 面容很严肃 你这个就是新疆队 你好歹你前把造一次犯规 发打篮去是不是 对对 可以打得有针对性一些啊 要不然的话 利用对手这泛满的情况 嗯 艾斯麦提 最后这么关键时刻差一分 艾斯麦提大 这是什么一个策略啊 我觉得阿卜杜该回来了 他都歇三分钟了 嗯 反超一分 嗯 啊一样知道交代宁 肯定这个阿卜杜会立刻回来 等于90比82 然后新疆又再没得分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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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帅这个点这个联防啊 侧翼老是轮转不够在一侧会被 嗯 山西队形成二打一 现在就指元帅外面头三分了 没错 你现在包括邢志强啊 你包括张宁现在都没拦啊 嗯 费尔德是一般有的时候有 有的时候还是不进 现在是张宁这点是最有把握的 所以说 而不是元帅这点是最有把握的 最有把握的 所以你看怎么利用元帅这个给他 造一些挡拆的机会啊 对 是吧 你得围绕他打的现在 元帅进了三个三分 都是在这个最重要的他们落后的时间段啊 嗯 前面头的都没进 对 底角 麒麟 中距离 哎呦 稍微硬了一点 前上球 不是这球为啥 他 这篮板为什么就是他快落地的时候没人去抢 然后飞他落到地他就动了一下 对 嗯 反应不过来吗 阿波杜回来啊 啊 麒麟接第一下 时间很充裕 一次进攻的时间 十一秒就扔了 哎呦 泽灵血 这球很重要 93比91 反超两分啊 呃大洋知道 布置的这个破二腰啊 就不是长传了 改这个短传别运球 嗯 嗯 开始上面场都是长甩着破 容易造成失误啊 嗯 白球线菲尔德抛一个 这球犯规了 犯规了 3分16秒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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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很难啊 转身 现在其实应该想开一点 你现在新疆队 你不能把自己再放在一个绝对强队的一个位置上 对对对 心态的转换很重要啊 你去年你是夺冠热门 嗯 嗯 你是冠军队的之一 是吧 感觉是争冠队伍之一 对 但今年你就得看怎么适应现在这个角色啊 哎 以前可以说是家大业大啊 嗯 丢那么一两个球啊 失忆几分 对 因为过去两年就是受阿卜杜这个伤势的影响 他打的很不完整 上台就回来之后状态也很糟糕 那今年就是把他数为核心 这么再去打 这个整个的体系核心全变了 全变了 啊 所以你这个今年就得小心谨慎 小心谨慎 一分前败成两半算 对 啊 少失误一个多抢一个对不对 嗯 多罚禁一个 这都是最后制胜的条件 集小胜为大胜 是的 呃 曾立旭 麒麟接着位置不对啊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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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热得发烫 这个真是要命啊 嗯 他进了四个三分球了 元帅的三分 没还上 没有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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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看 哎呦 外线阿布杜 墙头没有 这球是看点墙 可以往里打的 实在不能造过犯规之类的 这个时候元帅必须的 再站出来了 你输三分啊 看看是不是一个三分战术啊 元帅的三分 真吓得被动了 打一个两分倒是 也不是不可以 因为元帅这个点 其实还是明牌啊 对手还是注意防了 这球别保 别保是吧 对 该大胆头大胆头 秦林有这个胆量 哎呦呦 张宁 下哨了 给上规了 还有3.2秒 这个不是很理智 对 应该说是很不理智 但是因为刚才 秦林刚投中一个这个鸭哨 就这个 所以张宁也是丝毫不敢退啊 秦林今天这个手是真硬啊 每个球都在看截上 哎呀 尤其是鸭哨球 是最打击对手势迹的 对 拼死拼活着防了23秒 对吧 最后被你光一下子 前面23秒努力全败费 全败费 而且他接球位置也不好 然后还很远 而且你投进还是个三分 对 就靠这三分领先呢 这边应该是 也不止一个三分战术 反正不是费着 应该就是元帅 因为现在其他人说实话 这三分球迷入这个感觉 不是说很拿得出手 对 也有是不是打两分的希望啊 就是以三分为这个 网洞为A计划 然后不行就有一个 内线接应的战术 两分倒是也来得及 对 来得及来得及 一分多钟呢 打两个防一个吗 这杨贼宗杨老 今天这可真是过了瘾了 过山车一样 从赢15分到现在落后三分 对 他们最多的时候 都赢到快20分了 第二季 对 最多18分 底角 up度沙拉木的三分 偏了篮板球 抢了篮板 麒麟啊 第四节起了重要作用 关键时刻 就是 底角 唐三有点空了 没看到 外线曾经旭 三分命中 这是一箭穿心啊 6分 留给了山西队一分钟 然后6分的一个坑 只能抢三分了现在 对 你抢两分的话 人家不着急啊 是 这个篮板丢的不应该啊 没错 34岁的曾灵旭 在之前的比赛 只有两场出场 将将超过10分钟 那今天这个比赛 曾灵旭作为替补 出场已经达到了17分钟 拿了11分 另外还有9次的助攻 三分球五中三 费尔德现在真是很不满意 尤其是刚才这两个关键三分球 都是曾经旭投的 而且这费尔德他现在 他是闹脾气那阵 就是有点没按住 他状态也不是很好 对 他状态今天不是很好 今天不好 很多该打进的球没有打进 对 就是那天还在说 就是如果山西队 就是想要成绩 有一个比较大突破 第一阶段 他有外援 大部分队没外援 这是个好机会 而且他们对国内球员的 这个底子也好 所以第一场赢了新疆 你这个回过头来 再战的二分战的时候呢 双方都有一些调整和改变 尤其是上半场 新疆的态势这么示弱 这相当于一个麻药啊 就是完全麻痹了 山西队警惕的思想 一放松 十几分突了回来 然后再紧 紧不起来了 菲尔德 元帅 镜头找得很刁钻 山西队的能投三分的点 肯定是差点头啊 其他外线感觉命率 对 还不如他俩 嗯 联盟卫接第一下 菲尔德 扒一个 偏了 篮板球 犯规了 又犯规了 给了张宁的犯规 这抢篮板 太 哎 他这 他这个额头有 受伤了 对 好一阵子了啊 哎呀 57.6秒 好 这个呢 就是还别犯规 因为犯满了 所以呢就必须 卖力防一个 真几个破坏 哎呀 这球又吹的是菲尔德 菲尔德也赶快举手示意 说确实是打脸了 啊 这个很客气 看怎么判 嗯 哎呦 快吸嘴里了 这麒麟反正 看是不是 看判了不判 法兰啊 嗯 这应该是法兰 因为你这个 抢球的过程当中 犯的鬼 啊 对 我看裁判到底是怎麽判的 哦 进攻犯规 哦 进攻犯规 我这不是个防守犯规吗 这带也无所谓了 嗯 反正球权还是 对 肯定作为转换 对对对 所以我就说看他判什么犯规 啊 是是 因为他这可以是你 征球的时候犯规 就看怎麽认可 哎 抢球的过程当中犯规 对 也有可能是你进攻犯规啊 嗯 那还是 没没给啥球 哎呦 这球传得了 过危险 唐太远 来自麦蒂 不着急了 嗯 关键石头千万没把球给踏 哈哈哈 哎呦 还有点松 哎呦 这篮板丢的 哎 今天就该着我跟你说 真的 这山西队 这多少个篮板啊 就 对 就咕噜咕噜就跑人手里去了 你知道吗 接着到这话说的 该着确实是有点 这不好讲 你看这球 艾斯麦蒂 嗯 这球 基本上给一锤定音了 鲁肃不拉要不是受那个伤啊 艾斯麦蒂也上不了 人家上了之后取得的这个效果啊 还真挺好 奇效一般 看这个 跑动 穿插 这种篮下的脚步今天都打出来了 今天这场球这杨鞋能扬着到 可这口气可真是吐不出来啊 哎呦 阿布怎么了 哎 哎 这怎么突然一下吧 啊 没看到 刚才没 老伤吧 应该是 没啥事啊 有慢镜头能照顾一下刚才的那个角度吗 就是 真没注意到阿布杜是咋了 那这个比赛 哎呦 又重新断回来啊 再试一个 啊 比赛没了 没有 一百零一比九十三 我们恭喜新疆队获得了赛季第二胜 而且这是一场逆转的大胜 我们看到阿里央指导面露喜色 但是如果今天这样胜利 所赔上的代价是两个大的先发受伤 也不知道是吧 对 他是拉到了这意思 一个是路途不拉 一个是沙拉木 但是沙拉木这个 我觉得他应该是老伤 他突然一下就 对 没有对抗是吧 突然一下就这样 应该是老伤 这个比赛我们等待一下全场的技术统计的数据 确实这个过程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大家是要去看那个技术统计那个曲线的话还是挺有意思的 一个是高开低走 一个叫低开高走 这种国战车式的比赛对于双方的教练员和运动员都是个不小的历练 我看看篮板球 先要看篮板球 三分七队最终篮板球跟对手相持的不错 只输了四个 但是其实这四个要统计的话 好几个都是能够去决定比赛这种关键篮板 助攻反而最后是新疆队赢了 29个 对 整个的命中率上来之后就不一样 三分球25%的命中率 今天本场的MVP我们给到了拼了42分22秒 最后受伤了一场的阿卜杀拉姆拿了29分 12个篮板 三次助攻 22投10中 三分球是8中3 阿卜杀拉姆今天的表现在上半场非常挣扎 但是下半场他像整个球队的状态一样 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恢复 不知道是不是换边的问题 但是实际上就是换了边之后 两支球队的状态形成了一个你高我低的调 就是这个对调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比赛下 我们上半场其实还是真的挺为新疆队担心和着急的 然后中场的平球 姜远之导也是一直在说 这个球队他挺年轻 然后有很多的困难 那下半场这些困难好像都不是困难的 年轻也成为了一种拼搏的动力 而山西队这种在上半场领先了18分最多 然后开始出现了很多保守的思想 松懈的思想 在下半场他们是为这种思想买单的 如果说没有袁帅盯进的那几个三分球 早垮了 早化了 这就以前老话就一鼓作气 载而摔三而结 对 载而摔三而结 你应该比赛还没结束呢 你这边先已经开始就是觉得差不多手拿把钻了 你才第二节 就是对手怎么今天这么不准 今天这比赛咱很容易 第二节影前15分到最后被反超 一节的事 对 你这说明什么 说明你还是思想上出问题的 不是技术的问题 没错 后来为什么就是说捏不起来了 这个心气一散了 你再说再给大家再聋起来 这个可不是一般就是队伍能形成的东西 那这个很奇怪的这个 你看一鼓作气 哗 从第一阶一直紧张 哗 平球到第四阶 OK没问题 但你要说前两阶 你再一松 后来一层紧起来 基本没有 不太可能 今天就是他们这个状态 其实可以去想一想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山西队赢辽宁那场比赛 就像下半场的新疆一样 就是我处在一个挨兵的姿态 我就去拼你 我就是每个球都必争 每个球都必抢 然后全场的防守 然后篮板球的争抢 每一项都做得很好 这是他们那一场比赛 能够战胜辽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而今天这个心态的丢掉了 首先的原因是在于 他们在两阶队的一番战的时候 一周之前是赢了新疆 赢的比较轻松 那今天这场比赛 新疆开局 完全找不到准形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把比赛想简单了 一想简单之后 这个整个身体的松懈 精神的松懈 在下半场 你有这样一个结果 也是不足为奇的 而新疆队仿佛在 今天这个比赛 像一个武学高手 先卖一个破绽给对手 然后再拿出自己的 致命武器的打击 你像曾凌旭 在上半场只打了两分钟 在下半场 最后的两分钟时间 命中了两季 决定比赛的三分球 然后再加上麒麟 在上半场 这个进攻欲望很差 投篮也不好 而下半场 三分几乎苛苛都命中 所以这个比赛就是一个事 这个气势的事 有的时候事好起来了之后 随之而来 很多东西就都回来了 当你的事下来了之后 你再想往起走 这个很难的 你看菲尔德跟自己较劲的 这个过程就像极了 就是一个人在生活当中 遇到困难 自己跟自己较劲 你如果不去面对困难 你只负责跟自己的思想较劲的话 那就解决不了困难的 所以教练知道怎么来评价 可能我们之后要看到的 这个山西队 今天有点领先了 不会打 那之后可能这种课题 还会摆在他们面前 他们实力不错 还会面对到很多领先的局面 那后面怎么样去紧起来打好 这个一个是 肯定要加强思想工作 为什么不到最后 那个裁判员没有想哨 那一刻起 没有吹正常结束那程长事 就不要放松 不要放松 而且一定要是费尔德 说实话双十剑现在看着 他打好了 全队都给串联起来 打得不错 但是他要是一闹情绪 也影响全队 尤其他被抢断 上空篮那个球 你球丢了 第一反应不是去防守 你第一反应是去跟裁判争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这是绝对绝对不允许的 所以我觉得杨盈杨日老 今天晚上回去 估计肯定的开会 严肃一些这个距离 这也是 没错 你在场上干什么 你是打篮球的 你不是一个辩论家 不是让你跟裁判争谁对谁错 但这就是错了 你有什么办法 一瞬间过去了 你该防防 你该追追 对不对 而且你的投篮命率 怎么回事 你不能说准一场 差一场 你这样 你不稳定 你不是说 你费尔德 你不是说你是外援 你必须的稳定 新疆队这边 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了 就是球队的韧性和活力 当然这个比赛呢 也是因为对手的松懈 留给他们的很多 向上去大踏步追赶的空间 那对这支年轻的球队 我们之后要怎么期待 放下一切包袱 这么好的一个舞台 给你们展现自己的机会 包括阿尔道也敢用你们 真敢用 基本上我看轮了个变 谁都上 所以说你要保住这个机会 拼命去打球 不像小别的 输赢跟你没关系 每个人都有从替补 打成阻力的这个阶段 但是你不要考虑 这场就是输或赢 这样你能放松你的心态去打 而且你只能是你适应教练 不能让教练适应你 阿尔道可能阻力这种 呱呱呱天天换 没关系 没关系 你得要实验你的阻力和替补 你想你怎么打的 你都得实用 最后我们也是祝愿 这个新疆队 鲁图拉跟阿尔道的这个伤情 没有太大的口径影响 那我们再来看看 在今天转播的最后 看看两支球队在10月份的 最后一场比赛的对阵情况 山西队要休息两天了 这个调整时间还是蛮充裕的 要去打现在的副班长宁波 这个更是一个 可能他们认为自己实力 更强一方的比赛 这个不松懈这个道理 一定要谨记在心 而新疆在 这个月的最后一场比赛 将去打山东高速 这是一场硬仗 他们还得拼 那我们看完了这个日历之后 我们今天的转播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 也感谢教授找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点评 再见 我们下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下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些黑眼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